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在新圣囊路对面的大安森林公园对面的圣丫堂 是一个很漂亮的圣堂 很欢迎大家常来这里 在圣堂里面静静的可以祈祷 把心灵也沉淀下来 我是饶志成神父 现在在圣丫堂服务 今天真的很高兴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每日圣言 今天的圣言我们要看的是 第28周的第三天 第星期三 今天的福音是路加所写的 路加写了什么呢 就是耶稣跟法学士 跟法利塞人有冲突 我们知道在耶稣生命过程当中 耶稣时代 犹太人有分很多的不同的层次的犹太人 那有一些法学士对法律非常非常的认识 对法律有非常的研究的学士 所以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认为 他们了不起 可是这些法学士大部分呢 也是法利塞人 那法利塞又是另外一组人 那他们呢 也是 常常在生活当中就是 自觉的身份很高 很大 很有权威等等 那耶稣常常会跟他们有冲突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喜欢 从他们所学的东西 从法学的角度 从法利的角度来批判 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对 我学了东西 当然我从我的角度来批判 但是耶稣所不喜欢 不高兴的就在这里 是因为他们太过于的断斩起义 那甚至于呢 就是只从他们的角度 来解释事情而已 所以今天耶稣真的很厉害的 甚至可以说 骂这些法学士 法利塞人 你们在会堂上爱做上做 喜欢人家在街上向你们问安 你们有祸了 好厉害 你看 这是犹太人喜欢的 尤其是这些法利塞人喜欢的 他们愿意做上做 愿意让别人尊敬他们 愿意大家称赞他们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 我们也是如此 喜欢人家对我怎么样 希望人家让我 说了我就高兴 那我就有时刻意的去让别人看到我 来称赞我 人性是如此 法利塞人 犹太人更在这方面 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刚才说了 他们是法学士 他们是法利塞人 他们很有学问 所以他们仗着这样的学问的时候 他们就高高在上的 显示出来高高在上 显示出来让人家来尊敬他 自以为是 自我为中心 不愿意相信 不愿意接受耶稣所告诉他们的 耶稣来了以后 他们对耶稣 当然也感觉到这个人 是不一样 没错 可是就因为自以为是 就因为他们自我为中心 所以他们就很希望耶稣 按照他们的样子的去做 希望耶稣是按照他们样子的人 这个耶稣没有办法接受 实际上如果我们稍微了解 从信仰的角度我们来看 耶稣是神 他也是人 但是他也是神 他用人的方式来表达 来告诉我们神所需要的 所愿意我们人做的 犹太人看不到 所以耶稣觉得很难过就在这里 所以很多时候像今天这样子 骂他们是因为 真的就是那么的死 脑袋那么的不听话 就是想到自己要的而已 所以常常在生活当中就自以为是 自高自大 甚至以刚愎自用 这就是犹太人的很大的一个毛病 很大的一个缺点 也因此这些人 叫法学士 所以他们只注重法律 昨天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 也发现到了 他们就是要求 因为不合法 所以耶稣就不对 没有洗手就不守法 这就是一个犹太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个 蛮值得我们去反省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有这样的问题 耶稣也不喜欢 可是要小心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各位 我觉得今天的读经 今天耶稣可以说 骂这些法利塞人跟法学士 也值得我们警醒 警惕 让我们去看一下生活当中 也不要犯这样的一个错误 那努力的去看耶稣所告诉我们的 努力的去做耶稣要我们做的 我相信我们会更平安 更喜乐 所以高兴的继续往前走 求千读祝福大家